穿著附會 證據拿出來 證據說話 不能隨便給他戴紅帽子 政治不正確 給他0分 那這個說萊豬好好啊 萊豬我們要盡量多吃 對我們健康毫無影響等等 這個100分 委員會治國了 打著獨立其他委員會 其實最不獨立的 然後呢 打著這個委員會共同決策呢 其實經常都是這個受命於政黨 看上面的意思 委員會誤國了 獨立呢 只是掛用頭賣狗肉 其實根本不獨立的 等於是繳械一樣 需要的時候就叫人家出來 APEC叫張宗謀劇 然後這個疫苗叫台積電捐 真的需要保護的時候呢 你就躲起來 那你是有傳出說叫那個 戰鬥欄有一份六人的名單 那這件事是不是要審慶一下 哪裡出來這個名單我不知道 那因為戰鬥欄最近號召力蠻強的 所以各種不同人放話等等 打著戰鬥欄的名義嘛 所以我今天特別講調 像這種重要的事情 除非是經過我或是我辦公室 正式對外面發出來的消息 都不足才信 那也請媒體呢都來問我嘛 你不要說聽到誰講就去發布一個新聞 那我還要這個害我跑出來澄清 那也引起很多的誤會也不好 那當然我看了這份名單 那些被提到的人也都很優秀啦 但是優秀歸優秀嘛 那至少戰鬥欄我作為發起人 目前我們並沒有一份什麼夢幻名單啊 要提名六都的市場 目前沒有 那將來會不會有適當的人選來推薦 那有可能 但是將來再說 但是現在沒有 目前沒有 那這樣有人會認輸是不是會有點影響 那個朱主席的領導威望嗎 嗯 國民黨有一套提名的制度 那所以 就算戰鬥欄將來我們有推薦人選 也是會進入國民黨這個提名制度去競爭啦 那總是希望大家把力量集中嘛 希望能夠上水 那我們想問的是 您昨天有提到說那個上市對下市喔 我會覺得說 你說你自己這樣做也變成下市 那那個 王美花他也是下市嗎 我這開玩笑啦 王美花不管他口才好不好 那能力怎麼樣 他到底是經濟部長嗎 陳吉忠到底是農委會主委 那他們代表 官方代表政府嘛 所以我覺得代表性是夠的啦 那當然上市對下市是開玩笑的啦 就是說因為很多人被換走了嘛 原來國民黨人都換走了 所以我才開玩笑說 那我沒被換 那我是不是就下市嗎 因為上市都不見了嘛 那另外就是說 換上來的是不是都是下市 所以我想 這樣的比喻是不妥當的啦 那不需要這樣講 你可以換人 當然可以換 那你理由可以說是 我希望比較年輕的啦 或是多一點女性啊 去參加什麼 我看他現在提出來 新的有女性不少嘛 有年輕人嘛 我覺得這都很好的理由啦 但是用上市下市不好 沒有什麼上市下市 董事長我要請教有關 在清華大學裡面的海峽研究院 這個辦公室喔 是在挖台灣的人才 還有竊密這樣的行業 所以要求他關閉 董事長你的看法是什麼 基本上喔 就是說很多大學都有育成中心嘛 我沒有看過清大 但我看過台大的喔 就在那個水源路那邊嘛 那就是因為他分成很多小單位 他鼓勵大家去創業喔 所以租金應該是比較相對便宜啦 那我想清大應該也差不多 不就是這樣的形式啦 我覺得主要有證據啦 好 如果你有證據喔 說他挖了多少台灣人才 竊取多少台灣的機密 我覺得你用證據來說話嘛 如果沒有證據 只是說喔 他是清大的校友 然後成立了一個這樣的這個單位喔 然後增加兩岸的這個溝通交流喔 那因此就給他戴紅帽子 我覺得我現在看不出他的證據在哪裡 只是租一個辦公室 事實上他如果不在清大育成中心租辦公室 他在對面也可以租辦公室啊 新竹能夠租辦公室地方很多嘛 那挖人才非要在清大裡去挖嗎 而且挖的也不是清大人才嘛 清大裡面的人才都畢業了 到工業園區去做事嘛 清大本身他只是教育人才的地方 所以你要挖 理論上是要去挖這個工業區啦 這些大公司的人才嘛 所以我覺得聽起來有點牽強啦 有點穿著附會啦 趕快清大裡面育成中心 育成中心也不是清大 那是清大設的一個鼓勵大家 去發展創業的一個單位嘛 那只是租辦公室而已嘛 你就說清大也介紹裡面 不得了了 清大的話這個國家重要的研究單位 多少機密被欠 你如果問我 我說證據拿出來 如果證據拿出來 證據說話啦 不能隨便你來戴紅帽子 我們想問的是那個高考三級嘛 就是1450跟萊豬 反萊豬入題 那我們要怎麼解讀 因為它那個題目是寫說 比方說以那個1450來講 它就說 要怎麼樣去用那個 讓政府用網路的傳播的方式 然後呢 是這樣的意思說 政府如何搞網軍 不被抓包嘛 然後另外一題就是 它講到說 在野黨提那個反萊豬嘛 那它就說要怎麼樣 來爭取國人的認同 所以這樣是說 要怎麼樣來消滅反萊豬聲浪嗎 就這兩個題目 當然是切合新聞啦 但是作為高考爭拔公務員的題目 是非常不適合的 那我們先不問出題的老師的意識形態 政治立場 改考卷老師那才重要嘛 對不對 今天假定說我是一個綠的 一看你就罵1450 說我是政府 我絕對不用1450 這個政治不正確 給它0分 那個說政府不應該進萊豬 進萊豬就是錯的 這個0分 那這個說萊豬好好啊 萊豬我們要盡量多吃 對我們健康毫無影響等等 這個100分 那這樣的話 你得用題目去篩選了你的公務員 篩選了考生 因為你不知道改考卷老師的意識形態 那改考卷老師如果是個藍的 一看你說萊豬好 我給你0分 然後呢 說1450很可惡 政府不應該這種卑劣的方式 就給他100分 那也不好 我是覺得爭拔人才 你就要看他的能力 他的學識 而不是他的意識形態 政治立場 所以出這樣的題目 我很難判斷說出題老師的意思 但是呢 改考卷老師 那會影響考生 影響非常大 不適宜啦 這樣的題目 不適宜在高考出現 是不適合的 因為考選部說 是獨立的那個 點視委員會的專家 覺得出題分 那但他們這樣一講 就有點像是說 像林靜儀她擔任 那個疫苗審查委員 他們也說是獨立 甚至那個蔡英文 任用自己的表姐夫當院長 那也說是尊重獨立推薦 那我再任命 所以他們的獨立 是這樣解釋的是不是 台灣現在的情況 真的是這樣 好像是委員會治國 我是個獨立委員會 他做什麼都可以 那委員會的委員是誰找的呢 那委員所謂的獨立 真的獨立嗎 現在經常是 打著獨立其他委員會 其實最不獨立的 然後呢 打著這個委員會共同決策呢 其實經常都是這個 受命於政黨啊 看上面的意思 來做決策的 所以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委員會誤國了 獨立呢 只是掛用頭賣狗肉 其實根本不獨立 你剛剛的最新的消息 是這個嚴家嚴寬恆 決定要投入獨選了嗎 那晚今天好像 會和朱主席 還有盧秀燕合體來宣布 對不對 你是不是有掌握到這樣的消息 我有聽到啦 但是不敢確定 你剛剛告訴我才知道 我覺得選舉是每個人的權利嘛 那國民黨有他自己的考慮啦 如果 因為民進黨已經宣布了 這個人選嘛 所以國民黨也不能一直不宣布啦 因為選舉要 你沒有多少時間了嘛 只有兩個多月趕快部署嘛 我想候選人都這個 把自己的長處都告訴選民 讓選民做最明智的抉擇吧 董事長 因為其實像包含媒體的 周一克也是攻擊演家 那像 他最近也爆出這些財務的爭議 那總是想你會建議說 他這個選戰要怎麼擋 會比較有勝算 我想他們 比我清楚 在怎麼打選戰 因為他地方需要什麼 然後那個地方的這個 組織動員的情況 他是比較清楚的 不過如果外面的人有質疑 就公佈就是了嘛 對不對 坦然公佈嘛 事無不可對人言嘛 那反正這個東西 也是要公佈的 選舉本來就要公佈 我覺得也沒什麼嘛 那就開大門走大路吧 趙總您好像晚上會去同台嗎 今天晚上 不會啦 我去哪裡 同什麼台 不會去台中 不會啦 我忙得要死 那之後會去周忙嗎 再說吧 人家也沒邀我 趕快說吧 也不排除啦 看看情況 因為其實嚴加很缺乏空戰的實力 那好像董事長在這方面的能力 就是非常的比喊 那有沒有想說 欸可以幫他補償嗎 不過如果需要我的話 我想我也義不容辭嘛 那我們最後想再問一下那個 美國台積電的事情 就是說 美國施壓要求那個晶片廠 交出關鍵資料嘛 那台積電等等的指標台廠 都已經繳交了 但是像是韓國嘛 他們並沒有交出來 那美國英特爾其實也沒有喔 那相照於說 韓國呢 產官合作來保護業者 但是台灣政府卻是什麼都沒有做 只讓這個我們的 護國神山自身自滅喔 那等於說 現在護國神山沒有靠山了 政府現在只是把我們的台積電 當成一個政治的機關 我覺得政府對台積電喔 實在是不夠意思喔 政府應該盡力跟美國交涉喔 這是因為台積電的營業狀況啦 客戶啦 生產的這個騎乘 這就是商業的機密喔 怎麼能夠這樣輕易 讓美國人知道呢 而且英特爾是美國廠 那美國會把機密交給英特爾呢 這個就不公平了嘛 那像韓國至少給你抵抗到最後嘛 能不能抵抗成功我不知道啦 但是至少到現在為台沒交啊 那你台灣因為沒有政府支持 所以台積電只好乖乖交出來 相當不公平啦 那他們說英特爾有交 但是交了什麼東西你也不知道啊 你台積電的公司一定是一五一十 老老實實地都把它交出來 等於是繳械一樣喔 我覺得是很不當的很不對的喔 政府沒有盡到他保護台積電的責任喔 需要的時候就叫人家出來喔 APEC叫張宗摩序 然後這個疫苗叫台積電捐 真的需要保護的時候呢 你就躲起來 讓台積電自己去面對美國 我覺得很沒有道義 他是不是很難的 SEO PVIDE BOAH 沒有任何那個名的 reports從幾個月 中两個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